這次是哪裏來的 你怎用成金手指 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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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得多就吃得多了 回來我們尖培中先生的訪問 上一集尖先生很精彩 說了到底他覺不覺得陳重青先生是騙子 又說了到底套戲的金手指裏面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流的 如果想看這些內容 記得回到Market的訪問 是在經濟一周 我們今次回來 想問問詹先生 你金牌莊家從事股票市場50年 50多年 越老到越沒有價值 不是股東 但這個真的要問 廣股先 因為我們做節目這一秒 廣股剛創了十多二十多個月的低位 非常差 我們香港的股民躺著血 很傷 你看到現在的港股 其實在搞甚麼呢 為甚麼會這麼差的表現 我們比較區內 日股、台股 港股特別差 差很多 人家向上衝記錄 我們不會說向下衝記錄 香港的紀錄就是1973年 當時恆生指數最低是85點 因為曾經香港人常提及股票 說1700點、1700點 是多少呢 是1744點 而是在1973年底下跌下150點 跌了92% 得分8% 所以現在呢 沒錯 也都近期重新低 但是 不是像冬奇士般悲觀的 現在是濕濕碎的 現在是這樣嗎 有很多呢 你買得多 你便吃得多 所以好了 剛才大家談起香港這個股市的問題 即是它股票就行先 行先之後呢 就是其他的經濟社會的金融環境呢 就會很不幸的 還會繼續受到口言和壓力的 我們了解到香港最重要的一環呢 就是叫做金融 金融呢 因為香港人呢 有很多人呢 想自認為厲害 自認為想賺快錢 所以賺快錢最快的呢 就是金融 相應來計 虧得最快都是金融 好了 香港的呢 我們要了解到 現在的股市 怎麼會跌成這樣呢 是有幾個因素的 第一個因素 就是剛才我說的 就早在時代的前端 就是經濟香港的遠景 是不太光明 看得不到說 有大家未來很好 第二 香港受影響最大的呢 就是國內 國內的工商業各樣東西呢 也都是受到口言 當然這個高科技很標稱 但是涉及經濟的 譬如工廠的訂單呢 都是很成問題 第三個呢 就是政治 現在政治呢 中美在那裡一直僵持下去呢 對香港也都不利的 香港就曾經自己目為亞洲的金融中心 但是呢 我們看得到 香港在過去呢 最厲害最厲害的呢 就是IPO 就是吸引別人來上市 這個香港的股市 幾種東西很重要的 就是說第一件事 就是上市公司的IPO呢 你究竟依照什麼規矩去審核 你說呢 你每間公司各樣東西 政府有關部門都要審核呢 我認為這件事呢 有檢討的必要 人家那些 你要上市的公司 花了這麼多錢 最後的結果 你不批准 哎呀 一而再再而生 誰肯來上市呢 無論如何呢 有什麼時間呢 都要關注投資者的利益 但是 你將它除牌呢 我沒有了 你只會賠給我的 這個違背呢 你要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人家投資者 逼一下逼一下 個個不是 一合眼淚離開股市了 但是四人要知道 華資經紀 它的實力 怎麼及那些國營機構 外國基金 基金是什麼呢 基金都是拿他人的錢來打你 所以華資經紀 現在嘈嘈嘈 你去數一下得多少間 個個月他們要虧本 要賣肉養孤兒 他熬得多久 我不是對人家幸福幸福 你調查 要紀錄的嘛 所以呢 最重要最重要的呢 那些華資經紀 現在沒得了 那些年輕人 你是否鼓勵他從市金融去發展呢 你政府要訂落政策 昨日之日不要記 明天以後你要照顧年輕人 那些拋空基金 那些公司寫得多壞多壞 他明天拋空了 他收入馬黑 你有關機構就說他這樣做得對的了 有些大家寫好的股票 你買些我買些 你說他串貿做事 怎麽公平啊 那你也知道了 人家參與者這樣來我賺點 你就打到我撲 你輸到死你就說我對 那誰行 所以呢 我說這麽多事呢 就希望香港有關方面 以後香港既然以IPO為主 以及其他金融維富 一定要維持一個比較公平 以及公開正確的這個 守法和政策 我說你聽 我說這些說話呢 不是說涉及這個 反地區的言論 我期望政府能夠吸收的經驗 從而令到 海外也好 國內也好 香港也好 大家的股市有信心 民元追上恆生指數 我曾經說過了 如果依照外國的指數呢 香港四萬點 五萬點都不會高的 現在多少啊 民守不住 一路下去不知跌到多少 如果你問我呢 我還是贊在審慎的悲觀 不是審慎的樂觀 所以呢 就是每個人要哭口哭 哭哭守呀 不用的 整體社會現在有很多 對沖基金 你能夠好好利用的呢 你能夠找到你的生存條件的 整體的社會 有起必要跌的嘛 最主要你自己去做多些功課研究 然後其中還有很多黃金 不過也有些說法是說外資走了 因為香港的政治問題 那會不會外資走 怎樣吸引他們來呢 是不是要在這邊著手呢 就這樣 外資其實說句不好聽 都是為離是圖 有離他就會來 甚至到現在他們都在賺很多錢 為甚麼呢 他們是顧空基金 他們現在在賺到笑 他們希望你多跌一些 所以這件事有很多創的看法 外資走勢人家不要你 這件事不用太擔心 你只要有好的制度 你將來跌到公司的PE5、6、7、8倍 他不來嗎 你猜他幫你有仇嗎 他只是在適當的期間 哪一方面做起又來做低又來呢 他是不擔手段去謀取他們的利益 現在目前香港比較壓力大一點的呢 就有關銀行 銀行的資金和銀行的盈利呢 如果是受到重大的衝擊呢 隱憂還在後面的 現在上市公司已經無法否認受到重大的衝擊 香港的一國兩制下的特別政府的架構機構 不可以令到一個政府為了東地的金融 經濟也要改變自己的事情 這件事就是 大家在這方面 不要太重大的希望 但是自己呢 金融、股票 有升必有跌 大家小心去處理自己的財富 詹先生有沒有炒兩手啊 我沒有 我又不敢去埋胸 但是我看是 如果我去賺多多少給誰用 我自己已經無憂無慮 就不用說去太過勉強 所以你們年輕的呢 最重要最重要什麼都好 沒有人說 大家又說 你自己有空就去研究 但是現在年輕的呢 對於炒股票呢 興趣都不大了 不是呀 我現在喜歡炒美股 你炒美股啊 我也是炒美股 哎呀 美國 它有它的價值 但是美國呢 其實也都到頭來呢 天牙烏鴉一揚黑 當然 泰國現在是要白烏鴉的 但是北京烏鴉都是黑的了 社會都是 它不會騙自己的 個個都是騙對手的 你不要成為人家的對手了 它的形勢是這樣 那你就會強行去唱好 它沒有意思的 譬如現在香港說 每年有幾十萬人 今年幾十萬人移民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 移日移出絕對無所為 而是現在呢 香港在這裡呢 等一些專材人士進來 他進來 你有什麼專材給他做 如果他進來 拿了你的居拱權 和身份證 而是去深圳做事 你有什麼用 對嗎 你政府是 開夜市有什麼用 夜市已經過去了 就是一樣道理 你是要勇敢面對 你專材進來 你有沒有專材的職業 給他發揮 如果沒有他來到 拿了你身份證給兒子 在這裡讀書 或者霸個學位 他自己走去深圳做事 你對香港以後 有什麼重大作用呢 現在股市搞成這樣 我們很多時那些兩宋飯 32元兩宋飯的 就有大排長龍 但回到金手指的年代 80年代 我看電影 很多 是 紙序金迷 那時的股市 是不是日日如刺撈飯呢 由於我自己的性格 所以你可以去問朋友 10次有9次是我請吃飯 就讀現在都是 如刺撈飯 現在都還有 東旗市就這樣呈現 在70年代 東日即日 先國經紀有機會賺了錢 賺了錢 有兩件事 一件事 就收市後 由於股市 三德早四點 那些出市代表 他說沒什麼做 沒什麼做 打麻將 之後就去爺仲會 東旗市就在喜文年 現在在喜文年 搬到英王樓下 東旗市的喜文年 就叫做經紀界食堂 之後就各個上去 因為剛才所說 他即日先國賺錢 到二、賭錢 他打麻將 打回四圈 第三 就救援意見 亦都可以情節的 有些要焦慮 就是 我今晚有話說 你們明天炒這個 昨天聽到消息 有外國消息 又回到福消息 不但大家就是 有集中地 就喜文年 當然現在 水淨河飛 各個香港人很聰明 現在新鎮平嘛 百多元走去 政府說夜市 夜市唯一 誰去夜市派二百元 保證大把人去排隊 立一立行過收二百元 吐氣那裏 紙序今天 另一個地方 就是見到陳重昇先生 他就會請很多 表演 這個我反而就沒有 有很多人會有興趣 我沒有見過 這個就譬如說 譬如說 他吐氣的時候 說我有女朋友 那楊秀成就不介紹女朋友給我 反而就炸死我 你知道這些所謂這麼精彩的 有時澳門反而就有機會 沒有了 你有沒有過去 是的 我呢 你知道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不讓我離境 我要到 我案件5月2號開波 我還是擔保感 所以我又不申請 因為我申請離境 我只不過去澳門賭錢 我便遲些 賭錢的 實際 賭仔是虧待的 因為你幫賭仔 幫賭場 付一下 第一 你沒有這麼重大資金 他資金 他拿一個淑溝籌碼 他就這麼多 當然你說 李嘉誠的錢 不知道多過賭蟲多少 蟹 但是你沒有說 立刻拿出來會多得過他 第二 他賭場 就有24小時緩人 他的精神很足 賭仔你去到 有很多難賭 去到不肯收工 要賭通宵 那些精神不足 你已經是虧待給他 第三 他賭場 賭場不會受客觀因素的影響 是甚麼意思的 即是你賭仔一買大 那一棵買大 你的心會跳 賭場的客觀 不關他的事 他跳甚麼 第四 就有很多 開門 賭仔看一看誰 賭場他不管你 不會害怕 所以 是有很多因素 你作為賭仔 你如何克服你的困難 我為甚麼有這樣的本事 賭錢呢 我從來一個宗旨 就是盡量拿賭場的錢 去打賭場 你說為甚麼會的呢 就是盡量去賭場 譬如說我每處一百萬 我去賭二百萬 二百萬即是我有兩處賭本 誰怕誰 誰怕誰 幫你賭 我拿你的錢 賭你的名 你由一百萬 怎麽變二百萬 你多一批刑 多一批就二百萬 萬一輸 我就走 賭仔最重要是會輸 如果你不肯輸 多少都要賭場都輸 第五 你要謹記 財不入急門 為甚麼呢 賭錢 不會走入 需要錢的人的袋 我通常人們很需要錢 需要賭錢 就是越多越去到越輸 如果你 我玩一下 他是給你贏的 就是這樣 財不入急門 你動而無事 你的隊友要移民 好吧 去外面玩一下 我幫他玩一下 你要分分鐘就認了 走人 但我不是鼓勵你去賭 我們都不是鼓勵人賭博的 不過只要占山就 所以我從來到現在 我十二個字 說出去都沒有人博 就是刑谷 書叔 心清 素熟 救毒 知足 我們是能夠行走公湖 不是說那些詩賭 能夠受得起挑戰的口言 如果我真是吹水 轉頭 沒有人會說我這句話 郭占先生 你說一夜就是一球兩球 你一個月可以賺到多少錢 當然這些沒有定場 我有時輸到扣 你幫我 幫我背嗎 如果你說 我幫你分擔 我立刻有小數據給你 對不對 這些你贏 我其實是賭場 宣傳這麼窄 我實在不是 但是我再次強調 不是鼓勵大家賭 千萬 出生就是賭 為什麼呢 你出生在家裡 你爸爸有錢 這就是你賭贏 來到有錢的家族 你說我沒有 那我就賭輸了 人生第一賭就出生 第二賭就是你去讀書 你喜歡讀書的將來就會好 第三賭就是結婚 你娶老婆 嫁老公 娶著好老婆 嫁著好老公 你人生很重要 第四就是生兒子 這樣的事情 其他事業的賭 人生就經常在賭 你覺得你的人生賭贏多還是輸 我的人生很精彩 但是男人最壞實際就是三種東西 你們聽著 第一樣東西就是坐牢 好不幸運我也坐過牢 我已經是一樣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病 我就有個傾傻 十六年前到 我喉嚨生傾傻 因為死定了 他就不死了 第三 我還有 我是中風的 但是現在我還要拿著 他的耳機 但是行爐還是不方便 但是都是嘴巴硬 你看我說話多厲害 但是我的腳還是差一點的 第三就是所謂破產 我沒有正式宣佈破產 但是剛才所說 給陳松青增我錢 我沒有勢了 很幸運 1986年我移民去溫哥話 然後走過來 1987年 泰國的金融不行 但是我反而不行了 因為我收購了港澳發展 所以三種東西 最壞的 我都領略過承受過的 我們都勇敢贈在挑戰那邊 如果萬一有病 生傾傻 傾傻是甚麼呢 如果你沒有膽就嚇死 沒有膽的人一有傾傻 三、四個月半年就死得 所以一定不要驚 第二就不要怨 有很多人要傾傻 就說我的命為什麼這麼壞 好的輪不到壞的東西輪到 這件事不要埋怨 第三就是醫死 第四只是病死 所以生傾傻 一定要有堅強的意志 保持 你問我的人生 我覺得很精彩 很精彩 我怎麼會政治 1991年我去做議員 做17年 香港有五個議員 曾經坐過牢 第一個就叫梁錦豪 第二個就是戴展華 第三個就是程繼南 第四個梁國雄 第五個是詹培忠 是第五個詹培忠 坐完監獸 可以再做議員 唯一香港一個 好了 當然說得太多 以為在這裡為自己宣傳什麼什麼 但是不是 做人千萬要對自己有信心 是這麼多 我什麼時候都有信心 當然牙不牙刺 是你看自己的隊友沒有眼 隊友有眼是牙刺一點 沒有眼千萬不要牙刺 因為人家叫你埋單 詹先生的經歷非常精彩 大上大落 很多人生哲理都教我們很多 又講了股市 又講了怎樣賭 如果想聽更多詹先生的精彩內容 我們轉場 我們去FINACE730 下次交給Michael再問 好